茫茫宇宙,地球在其中如恒和沙利,毫不及眼,在无数的惊喜中,总有一些有意思的星球,让人眼前一亮。 下面小编就盘点十颗非常有意思的星球。 一,最宜居的星球地球,在太空中有很多兄弟,其中就像的就是这颗距离地球1400光年的地球2.0版,开普勒452D、开普勒452D,相似程度高达98。 它处在一居带上,有大气层和海洋陆地,实在是地球移民的不二选择啊,期待地球的科技能更快地发展,在有生之年我们能去看看这颗星家园。 二,钢铁星球难道是变形金刚的老家? 这颗朋克风格的重金属星球CFBDSR2149-0403,离地球约143光年,而且比木星还大,科学家还猜测它可能曾经是太阳系的一部分, 如今已经成为一颗流浪星球,在这颗全是钢铁的星球上,会不会真的有文明诞生呢? 三,黄金星球地球上的稀有值钱的金属,在太空里简直不值一提,这颗巨线做K星要比太阳大上三倍,黄金储备超过一千亿吨,要是能被开采到,咱原人都能带上带金链子了。 不过它距地球2500光年,用光束飞行来回一趟也要5000年时间,咱还是只能干更远。 四,钻石星球距地球约50光年,有一颗直径达4000公里的星球,其核心是密度极高的绝晶碳,即钻石组成,整颗星球都是钻石啊,不过开采就算了吧,因为地球上的钻石储量也不低,只是被垄断了而已。 五,地域星球严格来说,只要是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,都是地域,不过这颗星球更加恐怖。 Korrit CB距离地球480光年,因为离它的太阳很近,表面的岩石都已经被烤成了岩浆,整座星球有500多座火火山,不停地喷发,岩浆遍布各个角落,恐怕超人飞过去也会被烤熟吧。 六,最大的星球跟这个超级巨无霸相比,我们的太阳只有一个像素点,这颗奔牌做UY体积,比太阳大了50亿倍。 我们最快的波音飞机如果想要绕这颗星球飞上一圈,需要2000年时间。 七,三体星球类似三体中的三星系统在宇宙中存在吗? 当然,KALT4AB就是这颗和三体设定很像的行星,它的周围有三颗太阳,互相之间不规则运作, 难道上面真的会产生会脱水的文明吗? 八,一次高级文明 2015年,有一个爆炸消息传出,科学家发现了一颗一次高级文明建造的大分球,它叫KIC8462852,距离地球大约有1480光年。 大意就是科学家观测它的光线曲线和其他星球不同,一次人为制造出来的,并且经过计算,这种光线频率并不是尘埃,或者宇宙会先行干扰导致的。 难道真的有高级文明? 我们发现了1480年前的它们,如今它们变成什么样子了? 九,泡泡星球 为什么它看着像一个泡泡? 其实令人悲伤的是,它是一颗遭死的行星,被人称之为男猫头鹰星云,其实它并不是空星的,中间有一颗白矮星,外面气泡状的星云就是白矮星的喷射物。 我们的太阳,数十亿年后也是这种结局,时,曾经的繁华说了那么多细外星球,怎么能不提我们的邻居,火星呢? 作为和地球最靠近的星球,如今已经苍凉无比,也许它曾经也是热闹繁华,却终究底不过宇宙的残酷法则。 希望有一天,我们能重新把它打扮成靓丽的家园。